一個人怎會有比較上knowledgeable 知識面比較廣泛 它基本上是有三個條件的 頭兩個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是很重要的 是去更高的level 第一個就是要對世界好奇 我去看這些我完全沒有打算是有用的 因為我這輩子都不會做這個 我原理上是想知道的 如果你對世界好奇 你這個人的知識是不會增進的 其實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你要記住 這個就是你這個好奇 如果你日日學一些新的東西 你把舊東西完全忘記了 你是金魚的memory 這個就沒有辦法 你這個好奇 這個很少的先生看了細書 結果那些學生都不豐富 為什麼呢 他好像這個是完全是假的 因為李奧是不懂得這個 生物學 這些不是生物學 這些是關於毒物的東西 他有一隻胚熊 抓了一條三文魚 就是用腳底夾著它 於是抓第二條 抓了第二條 他就想夾著它 於是就放了原本的條 所以你來就只有一條三文魚 他說我就不同 我抓到那些三文魚 我出來抓得很快 但我買了一個渴 那些三文魚就是累積的 這個去到第三 這兩個很重要 你見到一般來說 常識比較豐富的人 都有這兩個特點的 第一是好奇 例如記得 第三 然後你怎樣用匯貫通 你怎樣那些學人 你感覺上是好些 其實就要將它用匯貫通 互相有線 在一起 而不是放在盒子裏面 我這一刻有生物學 我就才拿生物學的學識出來 然後你說經濟學 你又不會牽涉到生物的knowledge